第三题,第三题到第六题是题主 如右图所示,小林曲小苏打粉碳酸氢钠置入试管中 放在酒精灯上加热,试回答下列三到六题 第三题是我们说,下列关于实验的叙述何者错误 A. 本反应为吸热的化学反应 我们用酒精灯加热,所以它是一个吸热反应没有问题 B. 铁架这样的试管装置错误 应将试管口向上倾斜,避免反应产生的水溢出试管 这个是错的,这老师上课强调过的实验的注意事项 这个试管口要朝下,以避免的水倒流 会污染药品,同时容易会使得试管破裂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C. 实验完毕,在熄火之前 应先将橡皮管抽离石灰水,避免水水逆流造成试管破裂 这个是正确的,这也是老师上课时候所强调过的 实验步骤的注意事项 选项诸,实验完毕,试管不要立即以清水冲洗 避免玻璃快速冷缩造成破裂 这个也是对的 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 下列关于实验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图中铁架上的试管装置错误 应将试管口向上倾斜 避免反应产生的水溢出试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